原住民族在 原民會在原住民族日前夕 舉行全國原住民族行政會議 總統馬英九也到現場致辭 對於原住民族自治推動條例草案 以及原住民族土海法的進度 他表示這兩項重要法案 確實存在不容易解決的問題 雖然任期剩下不到十個月 但一定會盡力 自治條例和族人生活息息相關 像屏東大武山是太武鄉的入口 由領務局負責 而鄉內有許多族人受限於此 無法在傳統領域進行經濟活動 或推展文化 原民會也認為要儘快來推動原住民族 自治條例凝聚權益 我們自己在我們的傳統領域 我們有辦法去推展我們自己 在部落裡面的文化特色跟一些習俗 這個是在我們原住民裡面來講 就是說希望能夠把自治條例都能夠 盡快能夠通過 也希望朝野都能夠好好協商 國內也沒有幾個法師要話這麼長 都沒有過的一個法案 只是我們現在推的草案的內容 是一個階段性的 一個一個法案 最終版本的自治法 就留給未來的原住民自治政府去超逆 事實上原住民族自治法案已經在立法院四進四出 歷經十四年半的審議 目前只剩下政黨協商簽字的問題 原民會主委林江毅希望在野黨都可以來支持 記者亞外大家有台北市採訪報導 這次在家中開始